尼巴嫩真主黨發射火箭彈攻擊以色列 佔領區戈蘭高地造成一座足球場 內十二名孩童喪命 以色列表示已越過紅線誓言回擊 但真主黨否認犯行 拜登宣布退選後 一週來賀錦麗已募得超過兩億美元 十七萬名新職工 ABC民調更首次出現黃金交叉 賀錦麗好感度超車川普七個百分點 歐洲防堵觀光公害 西班牙巴塞隆納打算廢止 一萬套遊客短期租屋 以提供足夠房源給本地居民 希臘盛托里尼 預計把一天一萬七千名遊客 限縮到八千人 委內瑞拉周日總統大選 今年所有反對黨集結支持 攻薩雷茲 尋求三連任的馬杜洛曾威脅放話 若敗選將出現血腥屠殺 選委會延遲六小時公布結果 由馬杜洛勝選 南韓出口強勁 半導體汽車小手擴大 加上國防工業及美裝出口額 皆創下歷史新高 預測韓國今年出口額 渴望追上日本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起來 Focus全球新聞 戰爭的可怕在於 他會進入平民的生活裡面 在一個平常的星期六 社區裡面孩子們在踢足球 這裡面卻有10個不到16歲的孩子 就在這個足球場上面 再也回不了家 而奪走他們性命的 是他們想都沒想過的火箭炮 這就是目前危機四起的 中東區域衝突 總共死了12個人 而其中有10個人 還不到16歲 以色列戈蘭高地的社區足球場 周六傍晚 遭到來自黎巴嫩的火箭炮攻擊 中東緊張情勢 再度升溫 以色列占領的戈蘭高地 當地的麥基戴勒沙姆斯社區的 一個足球場 周六傍晚 遭來自黎巴嫩的火箭炮攻擊 造成12名孩童和青少年葬身 40多人受傷 以色列第一時間 指控是黎巴嫩真主黨所為 不過真主黨相當罕見地否認攻擊 這是自去年10月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交火以來 以國控制區域內 平民受創最嚴重的攻擊 國防部長格朗特來到現場視察 揚言要進行最嚴厲的報復 周六晚間開始 以色列就對黎巴嫩邊境空襲 摧毀真主黨的據點 剛防美反國的總理納坦雅胡 立刻召開緊急內閣會議 納坦雅胡威脅要猛烈回擊 然而在實際軍事行動上卻相對節制 國際社會也透過外交秘密管道 不斷在以色列 真主黨和伊朗之間傳遞訊息 企圖緩和以色列和伊朗間的火藥味 如果國務卿布林肯也敦促以色列 儘快與哈馬斯達成停火協議 從根源處阻止衝突擴散 周日早晨 數千人在事發的德魯士族裔社區 為罹難者舉行葬禮 所有商店也關閉哀悼 格蘭高地原是叙利亞的領土 距離首都大馬士閣僅60公里 1967年叙利亞與以色列開戰 格蘭高地遭以色列占領 美國政府在1981年通過法案 正式併吞占領區 目前當地有2萬以色列人居住 以續衝突期間 格蘭高地超過15萬人出逃 絕大多數是叙利亞人 當地還有近2萬叙利亞德魯士族人 他們拒絕接受以色列公民身份 也拒拿以國護照 以色列和珍珠黨的衝突 波及黎巴嫩南部邊境居民 足球場攻擊事件後 他們極度憂心會爆發戰爭 黎巴嫩外交部表示 黎國政府不支持珍珠黨 但也警告如果以色列攻擊黎巴嫩境內 政府就會聯合珍珠黨和區域勢力 反擊以色列 伊朗也警告以國 對黎巴嫩採取任何軍事行動 都可能導致意料以外的後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另外一場選戰是 美國總統大選只剩99天就要投票了 而在關鍵的選舉人票上 那麼五大壺搖擺州之外 陽光地帶的內華達 亞利桑那 喬治亞州 對於賀錦麗來說都是硬仗 最新的ABC民調出爐 賀錦麗的好感度不是支持度 好感度出現黃金交叉 超越川普有7個百分點 在支持度上面 雙方還是勢均力敵 而且平均以數字來講 川普還是領先賀錦麗一個百分點 2024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後99天 一場全新的競選態勢正在成形 在現任總統拜登退選後 民主黨準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的陣營宣布 過去一週就募得2億美元 相當台幣66億 當中66%來自首次捐款的人 另外也成功在各地招募17萬名職工 賀錦麗接棒選總統 在募款記錄和社群媒體上 都掀起一波熱潮 有民主黨人說激發出的能量 好比當年的歐巴馬 甚至可能是打了類固醇的歐巴馬 在前總統歐巴馬的支持下 賀錦麗代表民主黨出征無懸念 但這前所未有的發展 恐怕出乎許多川普盟友意料 不過10天前 陷遭暗殺的前總統川普 在共和黨全代會 猶如加冕儀式的洗禮後 川普盟友都預測 11月將會取得壓倒性勝利 但現在恐怕很難說 根據ABC最新民調 賀錦麗的好感度 從35%上升到43% 川普則從40% 稍跌到36% 換句話說 就好感度而言 賀錦麗已超車川普 7個百分點 Kamala Harris's deadly destruction of America's borders is completely and totally disqualifying for her to be president you can have a person like this as president she has no clue she has no clue she's evil 儘管川普毒蛇攻勢不見 川粉也熱情依舊 但恐懼和挫折情緒 現在落到共和黨這一邊 有人甚至開始找戰犯 部分保守派開始事後批評 川普副手犯思 知名度低 任參議員不到兩年 又有不少爭議性發言 近來因沒孩子的養貓女言論 因各界踏發的犯思 週末帶著妻子兒女造事 而如同前幾屆大選 不時訊息依然滿天飛 這些川普對賀錦麗的攻擊 都不是事實 還有右翼媒體重吵 當年歐巴馬出生的陰謀論 說在加州出生的賀錦麗 不是美國公民 也說她要完全禁槍 汽油車和紅肉 沒有通過律師資格考試 反猶太人等都是錯誤訊息 其實川普對決賀錦麗的民調 相對穩定 拜登退選前 川普平均領先賀錦麗2% 上週也維持1% 福斯新聞的搖擺州民調 兩人幾乎打平 但要贏得大選的關鍵選舉人票 賀錦麗要扭轉拜登烈勢 除了拜登原有的五大湖路徑 棘守住藍牆 搖擺州 威斯康星 密西根和賓州 鞏固270張選舉人票外 還有其他路可走嗎 這就是天堂路徑 我們說她在威斯康星 密西根和賓州 卡馬拉·哈拉斯的競爭 相信他們能夠在納瓦德 亞利蘇州 傑瑞州 和西州州 川普平均贏了 為什麼他們認為他們能夠在那裡 他們認為他們能夠在那裡 因為我們知道 在國際投票上 哈拉斯跟黑暗選擇 拜登和黑暗選 儘管共和黨說 賀錦麗是處於民調蜜月期 但也坦承現在民主黨有個會說會攻擊的候選人 邁向270張選舉人票 也有更多路徑可選 無疑都讓這場大選情勢更加緊繃 天新聞綜合報導 好 接下來看的是外交戰場 有的時候合縱連橫 而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義大利在去年12月退出一帶一路 但是總理也展開了中國訪問 宣告重啟跟北京合作 積極地向北京喊話 希望尊重市場公平性透明度 呼籲北京調整兩國當前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 那麼希望能夠在一個新的合作方案上 結束目前極度懸殊的不平衡狀態 作為全球第一個主動退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 義大利總理梅洛尼上週六帶著女兒搭機抵達北京 展開五天訪問 這是梅洛尼2022年擔任總理以來 首次踏上中國土地 也是義大利退出一帶一路半年後的第一趟中國訪問 退出一帶一路之前 梅洛尼曾經在去年的印度G20峰會上 認為與中方建立一帶一路之外的聯繫 更符合一方的利益 在與中國大陸總理李強的會談過程中 梅洛尼就表明要與中國透過新的模式來重啟雙邊合作 至於一帶一路則是從頭到尾都不再提及 他也與李強共同建政兩國簽署 包括工業合作、食品安全以及教育等六項協議 重建兩國經貿合作的三年行動計畫 儘管讚賞中國在電動車等戰略產業上的領先 並且表明一方的合作意願 但在北京當局長期向國內電動車產業提供不公平補貼 引發歐盟考慮正式加徵反補貼稅的議題上 義大利已經表明支持加稅的立場 在兩國總理共同參與的一中商業論壇開幕式上 梅洛尼更透過公開演說向中方喊話 包括多次強調尊重市場公平性 以及遵守國際規則的重要性 表明國家之間需要的是具有建設性與透明性的合作 並且要尊重互惠與平等原則 同時更呼籲釋放私部門的潛力 促進企業健康成長 避免不公平的補助造成扭曲的競爭 中國14多億人的超大規模市場 將持續釋放巨大的發展潛力 對於高品質的商品服務等範圍的需求 中國只會越來越多 李強強調中國對意大利商品服務的需求會增加 從實際貿易而來看 中國向意大利購買的商品 過去五年每年都只以數億到十多億歐元的速度 緩步提升 相較於中國出口到意大利的商品 這五年卻是每年都增加數十億 甚至上百億歐元 如火箭般飆升 貿易逆差幾乎只增不減 我們兩國家沒有定員政治矛盾 我們兩國的發展對彼此是機遇 不是挑戰 梅洛尼接下來還將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以及人大委員長趙樂際會談 但從李強與梅洛尼的發言都只談合作不提一帶一路 相信這個習近平全力推動的合作框架 在中意兩國之間已成過趨勢 至於另一個以中國和俄羅斯為主導的金磚國家 則又有新成員 表態要加入 馬來西亞已致函金磚國家輪值主席國俄羅斯 申請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 馬來西亞總理安華週日在吉隆坡會見到訪的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時 就申請加入金磚國家展開討論 這是繼今年5月提交申請的泰國之後 第二個要加入金磚國家的東南亞國家 這也讓今年1月新增 埃及 伊索比亞 伊朗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來到9個成員國的金磚國家 在今年10月的金磚峰會上 有可能繼續擴援 金磚國家在擴大的同時 去年底獲得加入的阿根廷與沙烏地拉伯 卻已經對入會踩下煞車 在烏二戰事持續 而且今年由俄羅斯作為金磚輪值主席的背景下 目前已傳出有意加入的30個國家 最後會否真正參與擴援 可能還帶觀察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民眾憤怒拍打圍欄 委內瑞拉駐阿根廷大使館外 29號凌晨爆發衝突 原來是委內瑞拉僑民不滿大選結果 試圖衝進使館內 南美洲國家委內瑞拉28號舉辦大選 總統馬杜洛尋求連任 由政府控制的國家選舉委員會 直到午夜才宣布 在統計超過八成選票後 馬杜洛以51%得票率 超越對手拱薩蕾斯的44.2% 馬杜洛陣營鑼鼓喧天 慶祝第三任期連任成功 馬杜洛要反對黨接受被擊敗的事實 還要美國不得插手干涉 當川普通常議員會被擊敗的選舉 我們會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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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外媒報導 文內瑞拉這次大選延遲六小時 才公布結果引發國際關注 此前多家出口民調結果 都是反對派候選人龔薩蕾斯 能以大約65%的得票率勝出 讓舞弊之說再度甚囂成上 到底誰贏誰輸 雙方各說各話 61歲的現任總統馬杜洛 在2013年前強人領導查威茲 去世後正式接棒 執政超過十年 曾是世界上最大石油出口國之一的 委內瑞拉受到油價下滑衝擊 美國多項製裁令影響 馬杜洛政府卻大舉印鈔票 實施企業國有化 導致惡性通膨 一發不可收拾 聯合國今年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 委內瑞拉有82%的人民生活貧窮 情中53%的人屬於極度貧困 窮到只剩下石油的委內瑞拉 估計至少超過700萬人逃離家園 大批移民潮持續朝美墨邊境前進 不少人都說如果沒有馬杜洛 他們當然很樂意回去 曾俠帶廣大支持度領導委內瑞拉過度 政府的瓜伊多 因為對抗馬杜洛政權將近四年徒勞無功 2022年正式遭到反對黨切斷關係 這次大選所有反對勢力集結 支持74歲的退休外交官 龔薩雷斯 他承諾當選後將確保所有政黨自由運作 而且針對可能違反人權 遭到調查的前朝官員持開放態度 激化了馬杜洛人馬的分裂 我們相信努力制定與我們民國的決定 我們來変化了愛 28日投票這天 許多投票所一大早就出現大批民眾等候 有些投票所甚至出現超常人籠 排隊綿延好幾個接口 不过有民众指控 马杜洛政府在选票中动手脚 让身为观察员的他不得履行职务 只能投票后离开 委屈到当场落泪 就算再也势力信誓旦旦 认为这回绝对能推翻马杜洛政权 最后还是输了 包括美国等国家 都对当局公布的结果表示怀疑 正在日本出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委内瑞拉当局宣布马杜洛胜选后 随即公开呼吁公布详细计票数字 华府从2018年就拒绝承认 马杜洛连任政权的合法性 布林肯强调国际社会 正密切关注这场选举 而且将会做出相对的反应措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这个世界 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预防性的沟通 以免一时的误解误判 那么造成了战争的开端 在周日的时候 包括美国日本2加2外长防长会议 同意加强合作 维持亚太印太秩序 在周一又有四方的安全对话 外长会议在东京登场 重点依旧围绕着中国俄罗斯北韩 而日美印澳又点名中国是最大挑战 日本防卫省迎接15年来 首次来访的南韩国防部长 以及美国国防部长 召开头一回 在日本举办的日美韩防长会议 日美韩兑现六月的相隔里拉对话 周日三边签署日美韩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将防卫合作制度化 三国同意定期进行高层会议 及时共享北韩亲资 深化军事交流 以保障朝鲜半岛与印太地区的稳定 为共年底美国可能变天 当朝者先签先赢 周日下午日美再碰头二加二 日美召开二加日会谈 外交与国防部长四人出席 与会时间一小时二十分钟 针对印太亚太区域和平促息长谈 自らの利益のために国際秩序を作り変え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た 現在の中国の対外的な姿勢や軍事動向等が 地域及び国際社会全体にとって 深刻な懸念であるとの認識で一致しました またロシアと中国とのさらなる戦略的軍事協力に対する懸念を共有しました 日美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严厉批评中国与俄罗斯 未達到有效的区域守備 自卫隊与駐日美軍分別成立統合軍司令部 除了提高自身的任务品質 两国軍隊更能以此加强默契 During that meeting I reaffirmed our ironclad commitment to defend Japan with the full range of our capabilities including our nuclear capabilities Let me again underscore that article 5 of the mutual security treaty applies to the Senkaku Islands Through a new forum on defens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we launched co-production of advanced missiles we're leveraging Japan's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to collectively produce critical 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y 緊接着週一 日美印澳四国外交部长齐聚東京 进行Quad外長会议 We all understand we face the most confronting circumstances in our region in decades It is only our collaboration that can ensure that the Indo-Pacific remains free remain open, stable, secure and prosperous 会议上四国关心全球多起冲突 呼吁国际间应一同努力结束纷争 而中国则被Quad列为最大挑战 四边将积极合作 完备安全的网络与通讯 以扩大海上演练机会 提供更好的协防能力 守护印太的自由、开放与和平 TV的新闻最后报道 好了关注的是美国北加州天干雾燥 发生大规模的野火 而总计全美这个野火呢 总计加起来已经烧掉的面积 相当于27个台北市这么大 光就北加州的野火来说 现在还出现了火龙卷 在30个小时烧毁的林地 高达12.5万公顷 我们提到北加州之外 另外还有北边的奥勒冈州 也发生大火 而现在救火能够控制的效率并不高 加拿大的南部也发生了野火灾情 大火燃烧发出剧烈声响 罕见火龙卷盘旋直上高空 这里是北加州布特郡 出现的末日景象 现场不断冒出橘红色烈焰与浓烟 加州森林防火厅报告指出 这场名为公元大火的野火 在年日狂风与低时度助攻下 从24日开始 每小时吞噬四五千英亩林地 导致上百栋民房被毁 超过四千名居民被迫撤离 自从野火开始延烧后 将近两千五百名消防员 十六架直升机就群企投入救灾 还有数百人临危寿命陆续赶赴现场 但截至二十五日为止 火事控制程度仍仅停留在百分之三 在高温强风助长下 火势快速向加州北部及东部延烧 短短四天内就烧掉了相当于5.2个 台北市大小的土地 直到最近气温烧降 消防人员加紧灭火 才让火势控制程度成功提升到12% 不止加州 在往北的奥勒冈州 也爆发全美最大野火 由于17日落雷击中树林起火 并在强风助长下迅速扩张 当局权力铺就多日 火势仍持续蔓延 导致当地数百头牛羊被烧死 牧场损失惨重 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 截至7月26日为止 全美已有超过110场野火肆虐 烧掉将近27座台北市面积的土地 同一时间加拿大也惨遭助容蹂躏 还惹哭亚伯达省省长史密斯 工作人员赶紧送上面纸安慰 因为当地知名的杰士博国家公园 惨遭火焚 经抢救后大片土地仅剩一片光秃秃 恐怕重创当地观光 加拿大亚伯达省杰士博国家公园 野火越来越猛烈 导致临近的杰士博镇 约三成的公共设施 在一周内全被烧毁 虽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但多间民房依然被火灾波及 所造成的财损难以估计 尽管杰士博镇各处的火势 仍处于失控状态 不过加拿大当局26日指出 随着天气逐渐降温 加上25日降下的10至15毫米雨量 有望遏止野火继续扩大 不过史密斯也提醒目前家国各地火势 仍未完全获得控制 民众若想返家救灾 恐怕还得再等等 TVB新闻综合报道 巴黎奥运正在进行奥运四金 体操女王拜尔斯三成奥运 美国南篮梦幻队巴黎奥运首战 以26分差 打败塞尔维亚棋开得胜 但球队还是得面对不少挑战 包含球星杜兰特的腿伤 另外各国队伍阵容当中 都有NBA超级球星 有可能会给梦幻队不少压力 美国梦幻队目标拿下奥运五连霸 巴黎奥运首战就以110分比84分 大胜塞尔维亚 杜兰特九头八重攻下23分 赛前练习画面曝光 作用三届奥运金牌得主的杜兰特 之前因为小腿拉伤 五场热身赛全缺席 身为美国队使奥运得分王 杜兰特有机会成为史上唯一 赢得四面奥运金牌的男篮球员 为免之路不轻松 就怕脚伤复发影响表现 加上本届奥运世界各国都出动强将 像是美国队刚打败的 塞尔维亚超级球星 尼古拉约基奇号称小丑 是金块队主将 曾拿下2021、2022 以及2024NBA年度MVP 还有马次队十年前的冠军功臣 澳洲球星Petty Mills 上周才率领澳洲队打赢法国队 还有从外形上旧狠吸睛的法国球星 文斑亚马身高224公分 是去年NBA选秀状元 现任马次队主将 众星云集想夺冠必须披荆斩击 美国运动员同样引人注目的 还有奥运四金体操女王拜尔斯 上一届东京奥运因为心理因素中途退赛 休养两年过后 拜尔斯在2023年市警赛回归付出 拿下四金一银 这回三针奥运盼能继续抢金 时隔三年再次登上五环殿堂 巨型汤姆克鲁斯 约翰传奇 Ariana Grande 全都到场支持 向青年见证天后的精彩瞬间 铁片新闻总和报道 现在也是国际旅游的旺季 而这个时候要注意 很多国家对于观光客的承受力 已经到极限了 那么在报道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曾经一直focus的 西班牙要管制短期租屋 可能像是Airbnb 那么要减少短期租屋的量 保障当地市民自己的住房权 而希腊最有名的度假 圣地渗托里尼岛 居民开始诉求 要严格限缩每一天登岛的游客人数 非常具体的数字 号称拥有世界上最美的夕阳 是位于希腊爱琴海的渗托里尼岛 招来观光客的招牌美景 但现在还多了另一道奇景 那就是满坑满谷 人手一机拍照的观光客 对比这座岛的居民人口 不到两万人 去年却涌入了 约三百四十万名游客 不堪日日爆量的观光人潮 市长要求当局限缩 邮轮的游客人数 把目前一天一万七千人 降到八千人 但盛托里尼商会有不同的声音 认为问题出在刀上基础设施 盖得不够 渗托里尼的流热 也是希腊全国各地的缩影 根据统计 光是今年前五个月 希腊的观光收入 已经成长百分之十六 今年造访希腊的观光客人数 预计会打破去年 三千三百万人次的记录 对游客又爱又恨的 还有西班牙 因为爆量的观光人潮 已经冲击到市民的居住品质 住在巴塞隆纳的这位 六十八岁居民相当有感 因为他家楼上就有一户 专门租给游客 不时要忍受吵闹 还有不少人是负荷不了 高房屋成本 根据统计 巴塞隆纳的住宅价格 在过去十年 平均涨了百分之三十八 租金更是飙涨百分之六十八 尽管观光镇西班牙经济 高达百分之十五 但不少居民已经忍无可忍 在最近走上街头抗议 如今市民的怒火 地方当局听到了 打算要废止一万户的 短期出租执照 以确保有足够的房源 能供应给九住的居民 巴塞隆纳 今天我们有十千住宅 巴塞隆纳 巴塞隆纳副市长承认观光的重要性 但也誓言要在2028年之前 管制所有短期租屋 只是同样有反对的声浪 另外这间企业目前提供 52户海滨周边的度假租屋 也表示这项计划将打击生意 威胁到员工生计 还会创造出一块 无法可管的租屋黑市 意大利则是努力重塑观光产业 试图赢回国际游客的心 位在意大利中部的城镇卡罗维利 一列一九三零到五零年代 以柴油引擎驱动的老式火车 正缓缓驶过玛耶拉国家公园 阿布鲁佐高利等 与试隔绝的绝美景点 乘客坐在车厢内的木头座椅 以漫游的方式享受着短短 一百多公里的深度之旅 前进人烟欣赏的秘境 就连铁路沿线的商家也受惠 至于首都罗马在周日传出好消息 是知名归光集点 也是古罗马第一条重要战略道路的阿皮亚道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名单 提问有些综合报道 好来看一下南韩有可能在全球的市场出口额超过日本吗 上半年它的出口额比起去年同期激增了将近一成 而反观日本的出口额度年减3.6% 因此日本跟南韩面向全球市场的出口额的差距 达到了历史的新低点 距离是历史上的最近 南韩的强劲出口 待会报道会看到成长持续 因此有人看好年底的时候 南韩会成为全世界第五大的出口国 一台台新车被载进港口准备运往海外 南韩汽车出口业绩再次刷新最高纪录 今年上半年出口额达到2673万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3.8% 올해 상반기 북미路의 자동차 수출은 작년보다25.9% 늘어난 217억2천만 달러로 집계됐습니다 하이브리드 차 수출도 작년보다26.2% 증가하면서 전체 수출 실적에 한몫을 했습니다 기아 역시 기존 실적을 뛰어넘는 역대급 성적을 냈습니다 이로써 현대차그룹의 합산 분기 영업이익은 8조원에 육박하며 신기록을 썼습니다 说到南韩出口表现 不得不提半导体 乘着AI热潮持续发威 带动高频管器体HBM需求 几乎垄断HBM市场的SK海力市 今年第二季利润时隔6年 首次达到36亿美元 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成长约125% 受益于南韩国内半导体 和汽车产业活跃表现 上半年韩国整体出口额达到 3348亿美元和日本的3383亿美元 相比只差了35亿美元 创历史最小差距 日本의 수출은 2011년 8236억 달러로 정점을 찍은 뒤 하향하는 추세지만 우리나라는 반도체 산업의 성장과 자동차 판매 확대로 수출 상승 곡선을 그리고 있습니다 南韩官方预测 2024年全年出口总额 渴望成长9% 突破7000亿美元大关 创有史以来新高 专家分析 若是能达到这一预估数字 韩国有望首度超越日本 躋身全球前五大出口国 除了半导体和汽车产业 助力韩国出口 寒流带动的韩式彩妆 和韩式餐饮 正掀起一股血风 正掀起一股血风 因为我看到很多 K-Beauty的人气 席卷海内外 今年韩国上半年 中小型化妆品品品牌出口额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30.8% 达到33亿多美元 看准这一潜力 政府也决定积极提供支援 韩国中小型风险企业部 和食品医药品安全处签订协议 齐心协力发掘和培养含妆企业 目标2027年将中小型企业化妆品出口额 提到100亿美元 外国人吃着韩国饼干和拉面 赞不绝口赶紧和网友分享 通过社群短一片传播 韩时逐渐世界化 尤其韩式泡面深受外国人喜爱 光是4月份单月出口额已达1亿美元 今年总额勇望突破10亿美元 韩国中小企业的影响 将来的影响是韩国KFood global 企业的中心和核心的企业 想起到KFood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首尔当局决定乘胜追击 计划2027年前韩民间企业筹得约台币10亿元资金 建设250个智慧工厂加速食品制造过程 而南韩国防工业今年出口前景也乐观 金融业分析师透露 韩国四大军工企业第二季度的合计营业利润 预料可达将计3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足足增加了107% 与此同时政府重点培养产业之一的电池业就没这么乐观 各大业者对下半年表现忧心忡忡 电动车需求不再强劲 南韩电池产业遭重挫 负责电池部门的LG能源解决方案 已宣布根据日益恶化市场状况 调整新工厂扩建步伐 只进行绝对必要的投资 TVBN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您